大家好啊 这个我刚才聊了这个关于江苏连云港啊 一个女辅警和多个公安局的副局长 派出所所长 这个妇幼保健院的工会主席 这个乡镇级的卫生院的副院长啊等等 还有这个药库的啊工作人员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员 至少九个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 这个在国内最早发这个的是一个叫张新年的律师吧 现在这个他发了个微博 只是把这个事给发在这个微博上 而且这个是吧 这是政府这个不是政府 这是法院做出的裁决啊 也是公开的 那么他刚发了两三分钟啊 现在这个江苏省的警方就来干预啊 就打电话关切了 我们听一听啊 我江苏连云港的 就是他没说他是警察 但是连云港这边有事我能摆平 你在我的地盘上你也小心点 是吧 你看北京市比方说公安局 他一般不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我市局的市局的 是吧 其他的什么工商局税务局 似乎没有这么硬气 没说过说我市局的是吧 反正你要在北京一说市局的就是公安局的 公安还是厉害 因为他有手铐子啊 有手枪啊 是吧 他能关你啊 对吧 这个很厉害啊 非常厉害 对 我看就是说 把那个那个 就我们关上线的一个判决书 那个放到你微博里面的话 对 我刚发的大概 两三分钟的时间 两三分钟 对 那我能帮我们吓一下一下 吓一下一下的 你们的监控手段有这么及时吗 我都刚发几分两三分钟的时间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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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在我们那边最近在我们室里面闹得很很火 然后这个就炒得比较热嘛 麻烦你看看你那边放不方便 这样你给我打电话呢 你的心情不能理解 可能也不一定是你个人的意识 你当地要求你一方联系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 你让我删除 你根本就没有 足够的理由来说服我 因为呢 这个判决书 是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公司网上发的 我给你们提个建议 你们如果说想打电话 你正联系这些网民 来删帖 你非给网民造成恐慌 你就公安机关打电话了嘛 对吧 这病例现在都已经很晚了 很晚了 如果网民再把你这事再给说出来 这个影响就更不好了 你不信你现在给最高院的这个相关领导打电话 说你们泄密了 给我们地方形象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吧 现在网语都在转 因为我们我为什么 我说网他已经撤了 我说网已经撤了 但他撤了 他撤了 他这个已经流传出来了 实际上最高院如果说真的因为接到你们电话 把这个给撤了 我认为他这种方式就存在问题 对 你不能说 不是跟我们联系的 反正我们查 最高院有一个裁判网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已经有判决产生效力的这个案件啊 这个审理的这个法律文书都有可以公布在社会上 这是他们的义务 但是他要给撤了 这反而是违法的啊 这属于办关系案啊 这个是违规的不符合程序正义啊 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外面有这个网误的以后 我们在学问证网查的时候就已经查不到 这个问证网有人查得到 不解决问题啊 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就是掩盖 出了事掩盖 对吧 而且你看对这小女孩啊 三百七十多万收缴 还要再罚他五百万 我看他们家没有这个钱 他要有这个钱 他还出来干这些事吗 对吧 五百万你让他倾家荡产吗 还要再关押他十四年吧 因为我们都很严谨 现在这种 与弄反应下 我们不会发这种虚假的消息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事情确实影响非常恶劣 你们当地现在应当引起反思 接下来开场相应的 整动正好现在中央 在对这个 进行相应的整整动 你们要进行相应的配合 我不知道当时这些事案的人员 有没有做到处理 你不能说把别人这个辅警 他是说犯罪嫌疑人 后来被告人 现在成为罪犯 判了十三年 病处罚金五百万 然后追交违法所得三百七十多万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这个案子 这个让我很震惊 但是呢 这些说 被敲诈勒索者 他们 在这个刑事判与中 他是被害人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他的公职身份 对吧 他们有没有受到 党籍国法的查处 所以现在网民很关注这事 你们现在呢 我给你提一个建议 这是废斧之业 因为我是法律人 你也知道我的身份 对吧 我建议你给林导警惠报 不要再给任何的人发帖子 再打电话 再打电话 这个只会说 更加有损我们当地的形象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要依法预处理 我也希望你能把我的声音 传递给你的领导 你这样打电话 其实很不妥的 行行行 好的 好吧 理解一下 因为我现在突然删了 好像我做错了什么 对吧 这个我肯定没法删 好吧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好好 好好 对啊 这律师说的对 我没做错什么 我凭什么删呀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 也是我作为一个法律人监督啊 对不对啊 这社会怎么才能进步啊 对吧 你不是靠掩盖 不是靠打压 不是删帖封号 而是从根上 从制度上 对吧 这中国很多问题都本末倒置了 道因为果了 因噎废实了 好吧 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